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Ann與Lam的頻道 我們今天繼續分享任劍輝的藝術人生 任者和其他藝人合作的電影包括有 1937年的《神秘之夜》 和小瑤仙、月兒、上海妹、子侯七、 伊秋水、朱鼎鶴、李發、何少雄和何少山合演 而1951年的《晴棍武判安》 有飲者、秦小梨、黃千瑞、歐陽劍等等 新涼山百羽竹英台 由飲者、黃超母、梁無相、伊秋水合演 1952年由呂少爺 是由飲者、張英、周坤寧、吳丹、鳳合演 《古靈精怪》 是由飲者、張英、周坤寧和李海泉合演 至於《粉碎黃金夢》 是與吳楚凡、容小義、紫羅連合演 1953年由相逢、盡是未婚人 是由新馬斯增、周坤寧、梁省波和飲者合演 《新女兒香》 是由陳錦棠、飲者、伊秋水和惠明珠合演 《我惠情》是由飲者、羅劍郎、梁省波和葉韻霞合演 至於1955年由呂曼時足 是由飲者、白露明、胡峰和李海泉合演 《女大女世界》是由飲者、江一帆、白露明和南紅合演 《雷黑合》是由飲者、江一帆、白露明和朱丹合演 1956年由黃飛鴻、古字舊情僧 是由關德興、飲者、鄭碧影和石堅合演 1958年由花艷藏原紅、飲者、梅耳、梁省波和譚南興合演 《春風大德燕歸來》是由飲者、羅劍郎、白露明和靚翅伯合演 1959年由三月杜鴻韻 是由飲者、文蘭、陳錦棠和李海泉合演 1960年由換巢、聯鳳 是由飲者、歐鳳鳴、梁省波和陳錦棠合演 《蠻女賣相思》是由飲者、文蘭、梁省波、林家聲和鳳凰女合演 1964年由半碧江山一美人是由飲者、南洪、李鳳聲和任兵儀合演 《十二難干十二差》是由飲者、南洪和梁省波合演 至於花開富貴、花開富貴錦成春 是由飲者、於素秋、靚翅伯和任兵儀合演 關於飲者的藝術特色 關於飲者的藝術特色 如果說到飲者的聲色藝 自然有他的個人之處 飲者的聲稱而不俗 唱曲咬字路字 雲腔在薛角仙和白玉堂之間自成一格 所以有不少人都會專門學唱他的飲腔 比較遠古的稱為新任劍輝的有幾個人 而比較近代的就有龜獸唱家陳若河 他唱任康幾次在播音台播出來 都甚有飲者的神韻 可見任康是有不少人傾慕的 至於識 飲者是以女兒辦男 難得他的身段不矮小 雖然臉是比較瘦削一些 但也沒有女兒相 加上他對戲服非常有研究 每次演出新戲 他一定添置一些新的戲服 這些就是對於他的扮相方面極有幫助的 而輪到飲者的演技 這個是聲色藝中最值得一讚的 戲人的技藝 包括造手、關目、台步、公駕和表情 而飲者的台形大方出手乾淨 由於他有幾十年的班生 自然是工多藝術 舉手投足都自有寸度 他雖然是個文武生 不過他從來只是演文戲 不演武器 他不是飾演公子哥兒 就是樂樸書生 從來都不會演出合事、合道的角色 他的師傅王女俠 曾經飾演過馬斯珍的名劇《花蝴蝶》 但飲者就敬而遠之 這是飲者的聰明之處 畢竟他是個女人 而且無論他怎樣都不會被 南國的紅豆豆 但演出文奏奏的書生戲 他又風流瀟灑 恰到好處 好了各位 關於飲者的生平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還有他唱過的曲目 演出過的電影 我們介紹到這裡 已經全部介紹完畢了 我們很快就會 為大家介紹另一位大老官 希望大家點讚、留言、分享 還有記得訂閱啦 拜拜 在一起 有名字路 在網上 握著 連同 方便 在網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